嗨 大家好 我是雅雲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非常適合everyday 光澤肌膚底妝的一個美日妝容 然後使用的就是這個makeup forever的water blend 就是大家討論度非常高的一個 蠻新款出的一個粉底液 然後這是我剛好擦去迪士尼的妝容 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開始吧 首先呢 我要使用妝前打底 然後我要使用的是這一款清爽 但是有保濕的primer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混合性肌膚 因為像我本身就是混合性肌膚T字出油 然後擦了這一款我覺得有保濕度到 但是又不會過敏 又挺清爽的 接下來呢就是要使用粉底 那就是要使用這款很久清膚霜用水粉霜 那我的色號呢是Y245 那記得使用前呢一定要把它咬均勻喔 就是把它的成分給咬混合均勻 然後因為我通常都是使用一下 但是因為我現在在示範所以我就擠了兩下 然後它擦起來的質地 Oh my god 從來沒有粉底液這麼的水 就是很像那種精華液的感覺 非常好推 就是擦起來就好像在擦保養品的感覺 然後我就是會把它先塗在臉上 之後呢直接用海眼輕拍 那當然你們也可以用刷具 就是看你自己想要的上妝方式 那這款非常特別呢 是它也可以當作擦身體的粉底 對 所以我就是把它拿來先擦脖子 因為我沒有要擦腿或什麼的 但是我就是用脖子來做示範 就它這款剛好就是可以剝body 也可以剝face 你看擦完就非常的光透自然 它的遮瑕度不是特別高 但是它的那個保濕度 還有它的清透度 跟它的那個服貼度 就是非常的自然 那所以當然因為遮瑕度不夠高 所以我還是一樣就是會做遮瑕 那我就會遮黑眼圈 還有我的痘疤的部分 就使用遮瑕膏 然後接著呢 因為我想要比較光透一點自然的妝感 所以我這部分 我就會選擇霜狀的腮紅 輕拍上去就非常的自然好看 拍拍拍拍拍拍 那樣的感覺呢 也不會帶走原本的粉底的光澤度 所以我就特別不會上定妝的蜜粉或粉餅 我就直接用定妝噴霧來做定妝 這樣子的話可以保持它那個光澤的感覺 然後眉毛教學我以前做過囉 所以大家可以特別過去看 接著眼影的部分呢 我要使用的是 這個Makeup Forever的眼影牌 然後因為我覺得Everyday 就是應該用大地色系沒有錯 可是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用漂亮一點的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藍色 然後我想做一個 我之前從來沒有做過的 一種眼妝的畫法 就是用一種眼線的概念去做暈染 有沒有看到 它雖然藍 但是它藍的就是很漂亮 還是可以Everyday的感覺 然後畫完之後呢 我就畫一個咖啡色的眼線 在藍色眼線的下方 接著呢就是唇彩的部分 然後我這邊有兩個選擇給大家 一個是比較珊瑚色 那一個是比較大膽的紅色 那這兩個顏色我都會用 那首先呢我就先用珊瑚色 來做整個嘴巴的擦 就擦整個嘴巴 然後中間紅色呢在做 咬唇妝的概念 然後就完成啦 非常的簡單 而且非常的自然 雖然說感覺好像就是 有藍色啊有紅色什麼的 但是其實是非常的 怎麼講 可以Everyday的 然後我覺得非常看起來就是 皮膚很光透啊 然後整個人氣色非常的好 這一次的這個Water Blend的粉底液啊 因為它就是 擦起來很像就是它所謂的Water Blend 非常像水精華 因為它還有獨家成分 有維生素圓 B5滲透水 也因為這樣子它其實擦起來非常的保濕 然後我覺得它蠻持久的 也因為它有防水 你知道它是防水的粉底液嗎 很多人都要問我說 雅燕有沒有推薦防水的粉底液 我覺得我會推這款 它擦起來就像我圖片中看到 你看 非常的好推 很有精華液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擦起來就是很剝透 然後也因為它 就是有淡淡自然的光澤 所以基本上我使用它 我都直接用定妝粉 我就不會用額外的粉 去帶走它的光澤度 在我臉上我覺得也挺持妝的 好啦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還有分享 記得幫我影片按讚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